接下来继续在这个松果区种上一颗柠檬 这个柠檬不仅可以吃 而且它的果子挂在树上也非常的漂亮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柠檬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对大小就有要求了 因为这个柠檬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而且它能长得比较的高 有两米以上 所以最好要用大一点的盆来种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家里的阳台上面来盆栽的话 那么就要控制它的株形 就不能选择太大的盆 但是盆也不能太小 像我的这颗四年苗的话 用口径32厘米的这个控根盆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配土 种柠檬最好选择这种酥酸透气排水信号的酸性土辣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三份庭圆土加两份核杀配置来种 千万不要用这种太粘重容易板结的土 因为这个柠檬它还是比较怕捞的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酸性土来种 在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霓虹取出来 裹的是这种比较粘重的硬土 那我就去给它泡一下水再去掉点土 这样就差不多 把它放进去继续加土 再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再把这个四周给它摁紧 再用这个多菌磷溶液把它浇透 多菌磷稀释1500倍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两个星期 这一两个星期要早上和晚上 最好给它的这个叶面上面喷喷水 因为它是带叶子的 好